10月11日,多伦多话剧团和东方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经典话剧《飞来横财》在弗拉托万锦剧院展开第二轮巡演 据了解,本次巡演主要是为了帮助西洋红老人活动中心进行慈善慕还 《飞来横财》改编自英国著名剧作家雷库内的经典名作,是典型的英国式喜剧 构思严谨,语言辉谐幽默,情节和人物夸张荒诞 故事讲述了一名小会计亨利无意间将别人的公文包拿错 发现自己手里突然有了500万巨款 他欣喜若狂,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,享受幸福生活 但就在赶往机场时,发生了一连串新的情况 闹剧不停,面对《飞来横财》不知是否是获 《飞多话剧团》是2007年9月在安省注册成立的非营利组织 以促进中系文化交流,丰富海外侨胞精神生活为宗旨 每年均会上演一场话剧 经典演出包括《雷雨》、《网恋》、《跟我的前妻谈恋爱》 以及《阳台上的秘密》等,在安省受到了广泛好评 《阳台上的秘密》等,在安省受到达的旅行 《阳台上的秘密》等,在安省受到达的旅行 《阳台上的秘密》等,在安省受到达的旅行